今天要讲的这部剧,你很可能已经在别处被安律过了,网上已经大片好评,跟很多人一样,我也是一口气看完十集,论感受,爽出天际,年喜攻略虽为攻斗剧,但斗得再狠也不会让人闹心,没有傻白甜女主,没有楚楚可怜的无辜,没有白莲花的女主。 她处处受难由众人维护,女主志勇双全,伶牙俐齿,既有自己的是非原则,也有学耻报仇的负费手段,多灾多纳多少人都靠自己的头脑解决,不做瘦气包,不装可怜样,不言英雄救美清纯圣母的玛丽苏,整个剧情就像刀尖上的舞,有紧张感,有一束含量,被英洛作为女主一出场就不是个简单角色, 虽然是宫里的下等宫女,身份卑卑,却胆识过人,面对身份高贵的小主,把怒将最不卑不切,聪明的化解了危机,出入宫的英洛虽然不是很懂人情事故与察言观色,性格倔强,榜撞冲动,这符合她的年龄和阅历,但她非常善于明辨宫里发达的关系和律弊, 但其他宫女属目寸光,她能看到一件事的大局,英洛秀宫格外出色,受到张嬷嬷的启重,但也遭到方姑姑的怀疑,以及周围其他宫女的嫉妒,她是个小角色,手中的筹码少得可怜,但却很善于建立,借用有权力的人,来是那些该制的人,先是姑姑,然后是贵人,皇上,皇后,都被英洛解释报仇, 这源于她眼光锐意,对每一个人物的身份,特点,利益关系都看得清清楚楚,悄无声息的就把自己的目的架接到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身上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出击,人若强势,我谋巧技,这是英洛的形式规律,她会帮助统伴和弱想,但不会面对恶人还保持礼貌与清高,以暴至暴, 一间之间,所以,在这部剧里,女主不管是自己得罪了什么权势人物,还是遭遇哪个小人嫉妒,都不是什么男主,男二,男三,男四取英雄救妹解决的,一切靠她自己聪明的脑子和机灵的嘴巴,这应该才是宫斗真正的样子,在后宫这种地方,光有美貌和品德不顶用,甚至有显赫的家事背景,也不一定顶用, 必须有自己的手段和狠将,因为名枪二剑从来不会停止,每一个活下来的妃子都是高明的谋略家,记得第一部让我打开空隙新世界的剧是美人心记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白莲花的女主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正派野耍心记, 斗手段,莫名的神清气爽,因为这样才合理,甄嬛传的甄嬛,也不是一开始就附黑心机的,但是甄嬛确实一开始就聪明,伶俐,有脑子,真的关键时刻也下得了狠手,是个在后宫活下去的潜力骨,魏英洛也是如此, 那些一脸天真,善良心软,360度橘色的银花是女主,根本不可能在后宫活下来,记得当年对至尊红颜品着迷恶,暴露年龄,但后来一想,那样天真善良的五妹娘怎么可能成为武则天,瞎扯,越长大越进步的一副受害者模样的女主, 虽然小时候处处为他们心疼来着,年喜攻略,之所以让人看得这么爽,主要就是因为女主也是心技美人,靠聪明和实力一步一步往上爬, 易爆表的智商与反派,互相较量,有仇就棒,从不柔弱撞,除此以外,皇上和皇上身边的太监,都是本剧的搞笑因子,在动来动去的过程中用来结戒法, 聂元演的乾隆是个犀利吐槽君,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,那么说话大概已经被打死一万次了,很多人是冲着晋兰和舍师麦来看《演喜攻略》的,不过这次的剧情算是给人惊喜了,为编剧点个赞,有一点是很多马力苏剧没有体现出来的, 在后宫混不下去的人,不一定是因为坏,但绝对是因为蠢,比如《演喜攻略》里的吉祥和名誉 评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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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评论